你可能會需要用到插入函數 一樣切到文字類的這個 文字這個類別 然後學會MID的函數 意思是我要取中間的資料 那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第一個先跟他講 回答他三個問題 函數的話其實有點像問答 他問你三個問題 你要給他三個問題的相關參數 他就可以幫你把你需要的資料 這個返還給你 有點像是問答 你給他他要的 幾個問題他給你要的答案 大概就是函數的使用的邏輯 OK 所以你要看懂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會有障礙的多半都是旁邊這些訊息 TESL 什麼STAR LUMBER LUMBER CHARGE 其實我覺得他是應該把它翻譯一下 翻譯成中文大家都看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白話意思 TESL是說你要切割的那個字在哪裡 字TESL文字在這裡 有沒有先給他 我把這個 出生格資料給你了 第一個問題給你了 第二個問題是STAR STAR就是 白話意思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 STAR LUMBER就是哪一個字開始 我要從 第1 第2個字 所以你輸入2就可以了 意思說我要從第2個字開始算起 那第3個問題 LUMBER LUMBER就是數量 CHAS 字元 意思是說幾個字的 白話意思是幾個字 幾個字 一個字嘛 所以輸入1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它其實我覺得呢 它蠻好一點 就是說 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請你注意看一下右邊 它也會幫你把你做了這些訊息 的結果有沒有 這三個給它的結果 反環告訴你說 你要的是1 對還是不對 對了嘛 如果說你看到最下面那個 結果 怎麼跟你要的不一樣 那表示你給它的 相關的參數 就是有問題的 那你就修正一下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使用函數 只要1你看到前面的訊息 2你 大概稍微 看一下右邊的一個 大概它給你的一個 預覽的一個訊息 大概應該我想 使用這個函數 錯誤的機率 就相對的低很多了 不過呢 麻煩的地方 前面這個訊息 它就是會寫成這樣 好像像英文 又像不曬像英文 這種怪怪的英文 不過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 未來可能都會看到這種東西 你要慢慢去習慣 體會它到底問什麼問題 OK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我知道1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不對啊 向下填滿 可是我現在呢 我要的不是1或2啊 因為1或2 我要的是男或女 所以怎麼辦呢 接下來你需要 再把1或2 變成 男或女 那怎麼做啊 基本上當然我們剛剛 就是在旁邊做啦 有沒有 上面這邊 YES或NO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分兩邊這樣好像 似乎等於又多一個欄位喔 所以通常怎麼樣 你做好一次之後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 第一個步驟做完的公式 再放到 第二個 這個函數裡面喔 OK 所以我如果說我今天要把現在做的1 還有2 放到邏輯1符裡面的話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把上面公式 選起來 不包含等號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呢 把它放到1符裡面去就好了 OK 不過這個可能慢慢習慣 因為以後 很冗長的公式喔 都不是一次做完的 可能是做 第一步 做第二步 做第三步 可能一堆公式啊 不過其實都是用貼的 剪下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邏輯裡面的1符 接下來呢 他又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Logic test 其實意思是說 你那個邏輯 是什麼樣的邏輯 邏輯 如果為True 要幫你輸出什麼 如果為False的話呢 幫你輸出什麼 那我邏輯是 把剛剛的Me的那個結果貼到這邊來 那貼過來 實際上就等於把1貼過來了 如果這個的結果 你這邊 一個邏輯 所以你這邊要做一個邏輯 如果這個東西裡面 等於1的話 那我就輸出什麼呢 輸出 這個男 反之就輸出女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地方 會有問題喔 我先這邊先取笑一下 我把它恢復喔 各位請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有一個訊息喔 請各位務必要特別的注意喔 這邊有個1 跟這個1喔 你會發現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看 這個很重要 因為看起來其實 如果你顯示在以色友裡面 他都會顯示成一樣喔 但是呢基本上上面這個1跟下面這個1是不一樣的 在以色友裡面會認為 不一樣 他是數字 他是文字 OK所以喔 如果說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我把它拿來喔 特別說1把這個密的剪下來 2再插入到以弗裡面 記得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 如果等於1 好特別注意喔 那我輸入男 如果是1的話 那是男 反之的話呢 就是女 那如果我這邊把它 把它輸入男 OK 然後 反之的話呢 就是女 這個台灣看起來邏輯 好像似乎沒什麼問題 不過你萬一向下填滿喔 他會怎麼樣 全部都女 為什麼呢 欸 其實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什麼呢 雙引號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輸入這個1喔 它是一個數字 那前面呢 因為它是個文字切割到的那個部分 是一個文字 所以呢 特別注意 那個這個邏輯 為什麼它不是男 因為它會認為 你給我的這個1 跟這個1 兩個有沒有相等 不相等 所以不相等 他就跑女 欸那怎麼樣讓他相等 很簡單嘛 你就怎麼樣 請你在哪裡呢 1的前面加什麼 雙引號 後面請你家 後雙引號 這樣子才正確喔 OK 雖然這個沒什麼 但是我發現喔 這個錯誤率 很高耶 很多人雖然不知道耶 而且工作裡面很多地方都犯同樣的錯 奇怪不對啊 不只是這個啦 還有像什麼VILLE函數 有沒有 你VILLE函數得到的結果 得到的也許是一個數字 結果你又放到那個IF裡面 比對一下你跟它文字 原來一比 奇怪老師為什麼 抓不到我要的資料 原來你文字跟數字都 傻傻的分不出來 那就會出錯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記得喔 這個非常重要 看似沒什麼 但是卻是關鍵 可以按確定 像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把1 先密的先做完 再剪下來貼到衣服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是 如果你將來要把公式做 這個 比較冗長的公式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分 就劃分步驟 步驟1 先切出 第二個字 步驟2就是 再把密的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貼到衣服裡面做判斷 那如果後面其實還有啦 未來其實可能喔 步驟不只兩個三個 甚至還有五六個喔 那你會看到 有的時候為什麼有的人那個 公式 這個非常冗長 哇好複雜 怎麼做出吧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先做步驟1 再做步驟2 再做步驟3 那怎麼就是把它剪下貼 剪下貼 剪下貼 如果你會這一招的話 其實以後 你在處理那個 比較複雜的公式的時候 相對也可以 很順利的可以把它完成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先試試看 就是 如何做那個切 身分證字號的第二個字 然後判斷性別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數字的1 跟 文字的1 是 完全 不一樣的 OK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